- 哎呀,今天有苦架了 - 方便 - 哎呀,怎么你们想要演唱会吗? - 你们两个在唱的什么? - 是你带我找到另一个天堂 - 远比想象中更美 - 我们会到你的这一个天堂 - 哇,吵了 - 没有准备,对对对,所以是 - 太多人了 - 对对对,你这样P我们了 - 很多年没唱的这首歌 - 我专门给他写的 - 上一次还是在华哥版的舞台上 - 没错 - 没有多少年前呢 - 就是我自己哭得跟个二傻子一样的时候 - 哦,就是鼻气都提到台上那一次 - 那个真的有了,在七八年了 - 真的假的 - 对,那个时候还说是 - 是梦见人亮眼睛写的那种 - 对对对,这个歌是一场梦 - 哇,真的是一场梦 - 就是创作这首歌的过程是梦醒了 - 对,真的是创作人的力量 - 就打给他了 - 可是你现在是美工又成真了 - 你们两个又站在一起 - 而且分别人 - 对 - 对,还交换一下奖 - 然后我人生的第一个男歌手奖 - 也太有缘分了 - 太失真了,现在 - 今天晚上,怎么回事 - 怎么样,今天这个 - 大家在这场这么多好朋友聚会 - 什么样的感受 - 就是很轻松啊 - 然后 - 就是很轻松啊 - 非常的轻松啊 - 轻松到不能再轻松了 - 这么轻松啊 - 这样太轻松了 - 对 - 还是要严肃一点 - 对不对 - 也不用了 - 哈哈哈 - 真的很开心啊 - 因为大家都是很久的朋友 - 有的是 - 几十年的朋友这样子 - 这样子 - 所以 - 没有,我们都是同心出道吧 - 同心出道 - 其实没有过去年 - 也就是去年的事情 - 对 - 然后我们这些小鲜肉 - 都需要各位长辈友的支持啊 - 对对对 - 大家多多关照 - 我觉得你们真是够了 - 刚刚在台上没了没了的Q年纪 - 怎么样你们打呢 - 都重新再去参加一遍歌唱比赛 - 没有,我们年轻我们骄傲 - 哎 - 是的 - 哎,真的是,我们的最佳男女歌手 - 就是这么的又年轻 - 又骄傲 - 二十年后我们在华哥邦的台上见 - 好啊 - 跟我们的媒体朋友也再相约一下 - 好了 - 好,那两位今天在一起 - 有没有交流什么最低的生活情况啊什么的 - 其实我们这段时间会 - 接下来 - 会有很多的交流 - 很多的交流 - 对,我们的合作暂时保密啊 - 对,卖个关子 - 接下来会 - 对,卖个关子 - 天天卖个关子 - 好,因为我们今天还拿了公益歌曲 - 对,这个公益歌曲叫做《星光》 - 也是我们脱贫空间站的《星光行动》主题曲 - 诶,你那天也有参加一下 - 对不对 - 哪一天 - 我又做梦了,对不起 - 可能没有 - 但是因为那天有很多的歌手一起来唱的这首歌 - 嗯,对,那 - 今天这个画面上大家也有看到 - 就是很多参加《星光行动》的一些歌手朋友们 - 还有艺人朋友,演员朋友都有 - 看得出你们关系好,再问下去 - 之前还有,越说越多了 - 好,我们很多媒体朋友走了很久了 - 想见大家来提问一下 - 是的 - 这边可以吗 - 啊,是的 - 哦,你好 - 你好 - 你好 - 铲牌的时候就见到 - 从1999年到2019年 - 哦,你也站在那20年了 - 没有没有 - 从1999年的 - 不可能错过你到现在 - 已经做《红米20年了 - 谢谢 - 所以真的非常开心 - 谢谢 - 能够等你看到你 - 谢谢 - 然后想问一下就是 - 因为《红米》以后 - 大家都非常期待你的新专辑 - 对 - 然后特别想问一下 - 在现场里面 - 就透露一些新歌或者新专辑 - 新专辑的讯息是这样 - 我的上一章专辑也有几年的时间了 - 有一段时间了,AI - 然后,呃,今天拿的就是一些 - 比如说单曲,呃,星光 - 最近一直在出单曲 - 呃,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现在 - 越走越像一个单曲的时代了 - 对不对 - 现在你也找不到唱片行了 - 所以出唱片 - 我们又觉得好像是 - 一个,一个,传统媒体了 - 那我这个人就比较喜欢 - 就是去做一些比较时代的东西 - 就比较新的一点的东西 - 呃,比较不喜欢重刻自己 - 像今天晚上我要唱一首歌 - 是叫做圆飞道桥 - 是最近在一个另外一个平台上 - 看到很多人就是 - 传一些短视频啊 - 穿古装 - 然后跳这个抖音舞啊 - 抖音古装舞 - 然后这个歌就突然变QQ - 绑单上热歌绑的 - 就一直在绑单上前行名的 - 那我觉得这个很奇怪的现象 - 我出了这么多年 - 从来没有看过 - 那个热歌榜 - 都是几年前的歌 - 但是这个就是今年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 - 从来没有过的 - 那我就发现 - 原来是因为很多人在网路上在做这个抖音古装舞 - 所以今天晚上我要表演这个抖音古装舞 - 然后跳街球 - 呃,缘分饮料桥 - 很期待吧 - 亮眼等一下给我表演 - 你一直轻松成这样 - 其实你的表演还挺重头的 - 是,我刚刚一直就是 - 见凤叉真的开嗓 - 开嗓 - 对不起 - 因为我担心 - 因为今天晚上准备了 - 就是历年来在华高榜的舞台上面 - 唱过的 - 就是大家和我共同的 - 记忆里面的那些歌 - 然后剪了一个组曲 - 组曲 - 组曲 - 对 - 我会给她请您的叫《至爱组曲》 - 我跟你说大家真的可以从头登到尾 - 从我们说好的那个时候开始 - 期待吧 - 说你女儿四岁的时候 - 已经就是无师自通 - 会拉那个小提琴 - 爱一点 - 然后你培养她的时候 - 有没有去往音乐这个方向发展 - 往音乐发展是好事的 - 对 - 如果是说专业或是什么 - 那就不必勉强 - 因为小朋友还小 - 我觉得音乐这条路上 - 这条路上是幸福的 - 所以最重要是要让小孩子们 - 能够接触到音乐 - 但我四字通的 - 其实也有老师 - 我就是孩子们的老师 - 可是他们现在已经会开始 - 就是自己找到音 - 然后自己会 - 就是听过的歌 - 然后就会拉 - 所以他们的耳音很好 - 对 -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对音乐 - 挺有天分的 - 可能你也是吓到了 - 就可能女儿 - 但女儿就喜欢爱一点的这首歌 - 嗯 - 由音乐 - 由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